男生的男生 嗨 老師 老師 問妳一個問題嗎 就是網路上大家都會說 男生如果想要持久的話 就是會自己先打一次手槍 然後再做愛的話就會比較持久 所以傳說第二次 做愛都會比較持久 如果是光就這句話來說的話 是真的 可是你要知道兩個人在做愛的時候 男生在做愛到射精的過程當中 不是只有持久才會爽吧 爽的那一瞬間 要嘛就是在無射精的高潮 或者是有射精的高潮 因為這句話就是前提在有射精嘛 那為什麼會講到持久 是因為妳第一次已經射完了 射完了之後 第一 性慾會比較下降 第二 刺激度 妳的性刺激會比較不明顯 陰莖佛起的前提就是要有個性刺激 那妳的性刺激不明顯 妳的性慾也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時候 相對的妳就會比較持久 就是比較不容易射精 妳想想 如果妳今天跟妳朋友很久沒有見面了 突然見面了之後 妳們兩個一定會比較激情 妳的那個感覺 一定就會比較容易射出來吧 所以光就這句話來說是沒有錯的 可是妳不見得會獲得比較大的性滿足感 因為男生的性滿足感 是取決於射精當下的速度跟興奮感 那第二次妳的速度跟興奮感 一定會小於第一次 所以如果妳是一位為了追求持久 而先打仇槓的話 妳的第二次的性滿足感 也許會沒有這麼的好 那這件事情會建議哪一些人做呢 就是妳真的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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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妳又不想承認自己早洩的人 妳就用這種方式去增加妳的持久度 但是如果妳一般人 妳可以三到五分鐘 五分鐘以上 妳就不需要用這種方式去增加持久度 因為也沒有必要 因為它不見得會讓妳比較爽或是比較滿足 第二次做愛真的會比較持久 可是可能對男生而言會沒有那麼舒服對不對 對 妳不能說不舒服 就是爽度沒有第一次這麼高 所以說 它這其實是如果是要滿足女生另外一半的舒服的話 可以啊 比較適合的方法 可是第二次也有可能沒那麼硬喔 因為男生的硬度也是來自於性刺激 就是妳的刺激度要夠 妳才有辦法夠硬 妳看了一個很有刺激性的影片 比如像A片嘛 跟看一個一般的情緣的電影 當然是那種比較有視覺的刺激 其實會讓妳比較有興奮感的感覺是一樣的 OK 好 那我知道 謝謝老師喔 謝謝 掰掰